马郡主 殿下怎么会知道是我 我认得你的脚铺手 你来做什么 我过来探望殿下的伤势 正好在门口看见小宫女 端了一盆水 又不是第一次见到本王的裸身 马郡主 如今才懂得害羞 未免也太迟了吧 上一次是因为我思绪万千 所以一时忘了男女有别 怎能相提并论 那这一次可以离开了吗 你有伤在身 让我来照顾你 不必 你不准乱动 坐好 这些上好的外伤药要加上冰敷才能让药效更好地发挥 离开了 这些下有一定秤出差的 回来 你得这么大 你得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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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曾经 经历过很痛苦的事吗 你又想要 试探我是不是你从今认识之人 我已经打消了你是狼仔的念头 毕竟世上面貌相似之人有很多 我只是觉得 殿下很能忍痛 这些伤口 应该在赶路的时候就已经裂开了 可这一路上 殿下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痛楚 但是 怎么会不痛呢 伤多了 也就习惯了 人都能变成一种习惯 那曾经 一定经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悲伤 和煎熬 请问殿下 能否叫摘心如何忍痛 你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人 在忍耐着 离魂症发作时 你强迫自己清醒过来 为了马家军 让自己振作 你已经够坚强了 何须本王教你 马郡主 此时此刻 你不应该掉眼泪 今晚 陛下在御花园 宴请群臣 包含你马家诸将 宴臣 多谢殿下告知 摘心明白 摘心先行告退 殿下 但愿从今往后 你我都无须再认同 真会演戏 真会演戏